大家看,这些引人瞩目的AI视频是我刚完成的作品,你不会相信,这只需要你输入你想增要的文字和一些提示词内容,你也能轻易地创作出这样独具特色的带有文字的AI视频。 此时正值中秋佳节,我们来个别出心裁的祝贺,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 让我与你们分享这份节日的欢乐,透过这些别具一格的中秋佳节的视频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 对的,PicaLabs已经推出了这么绚丽的新功能。 你现在能以最直觉的方式将文字和图像直接嵌入到你的影片当中。 你所看到的基本上只支援英文为主,但不要担心,我会一步步指导你如何嵌入中文文字及其他语言,还有如何控制文字的出现位置和大小,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 我们在这次的教程中,专注在新功能的教学。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使用PicaLabs创作出更多元化的影片,请花点时间回顾先前的相关教程,我向你担保,一定能学会。 所有的课程,连节我都已为你准备好,都在下方的资讯栏内。 首先我们学习文本编码嵌入的功能Encrypt下滑线Text指令。 进入网页版的Discord选择PicaLabs频道,再进入它的私讯模式DM,这样便会不受其他人打扰我们的创作了。 只需要输入slash斜线,便出现今天介绍的二个新功能,选择EncryptText指令。 会出现Message,即想在视频要嵌入的文字,不过暂时只支援英文,但我有输出中文及其他语言的方法及技巧。 看完这几分钟,影片便能学会。 我们先看看画面的介绍,已将所有功能及使用方法也列出来,方便大家参考。 我输入love即刻意输入多次输入love,看到吧,已有提示,最多只能输入20个英文字符,接着便是prompt提示词,输入需要主题内容及参数。 视频比例,A2,我用16比9大小,motion动作幅度,暂时我使用零最细致,GS及guidance scale提示词的使用比例,建议大家试试不同的数值,我输入15。 其他参数可参考资讯栏的详细解释,这里要说明的是EncryptText相关参数,一个是W可以输入0,1,2这个是您想加入的文字清楚程度,2为最高。 另一个是size及文字大小,可以有50至100的范围,即占整个视频的比例大小是多少。 同时建议加入镜头控制,camera movement技巧,更令嵌入文字更有气氛和动感。 这里我用camera zoom out,渐渐拉远的效果。 输入完这些,也可以按Enter输入便完成,或是接着,再选择option是否再加入的font字形,暂时提供5种,可以看看画面的字体介绍。 最后,如果我再按还有其他一个可以加入最后的image参考图像,不过并不是主要,即有太大用途,大家可以自行试试。 这里暂时不加入,按Enter输入后耐心等待一会儿,但我通常会及时再按Remix,重新混合,修改一些参数值,这样可以看看多个结果,即更容易得到较佳的效果。 这个示范我修改了size字形大小,有50至100,预设不输入便是100,大家可看看出来的成果。 留意到随了嵌入文字占视频画面大小的外,也可看看,参数W这个是嵌入文字清晰度,可以看到一和二间的分别。 预设值是1,但清晰度不够,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输入2最高值。 大家可对比一下,这些不同参数的示范。 刚才看的,全部是以文字编码嵌入的功能生成的视频,现在我们看看图像编码嵌入的功能。 在萤幕上,我已将所有功能和使用方法一一列出,方便大家参考。 只需要输入slash斜线,然后挑选encrypt下滑线image指令。 接着,你会看到一个弹出窗口,用mouse拖放你想嵌入视频的图像。 这次,我选择了一个太极图案。 要留意一下,选择黑白图案会更有助于突出嵌入效果。 同时,避免选择太复杂的图案,并输入合适的提示词promft以得到理想的效果。 接着,你需要添加提示词内容和参数。 同文字嵌入功能一样,W01,2可用于控制图像清晰度,但目前还无法控制图像大小。 稍后大家便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 还可以再加入不参考图像。 但现在暂时不用,让我们来观赏一下成果吧。 接着看看一个图案较复杂的例子。 一只老虎图案,比较一下两种效果的差异。 简单的图案比较效果明显。 大家同意吗? 那么,我们来讲讲如何把中文内容嵌入到AAI视频吧。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。 我们将把它视为图像来处理。 你只需要把文字、任何语言以黑白方式转化为图像,就可以在PicaLabs中实验看看。 不过,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。 你并不需要使用像Photoshop那样专业而付费的软件。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系统,肯定有使用过小画家画图小程式。 你只需要在小画家里输入黑色文字,调整大小,再用Windows的剪贴工具来选取范围。 记住这个技巧,白色空间将控制黑色文字的位置和大小。 然后将其保存为图像文件在PicaLabs中使用Encrypt Image指令,加入刚刚的图片即可看到现在的效果。 再看看这个欠债还钱的效果,是否明白原来是这样控制文字的大小和位置。 再深入一步,我们回到刚才的示范,可以加入参考图像,看看其效果如何。 在荧幕上所示的,就是我添加了参考图像和提示词的数据。 结果显示,主要的背景其实会以参考图像为基础。 而内嵌文字则置于其上,大多数提示词几乎不起作用,除了参数以外。 多加实验一下,你就会看到效果。 再看看,食物和Food的示范,我使用的是两种方法。 你会发现,实际上我们可以暗示,AI在制作视频时将具体的材料,Texture,转化为文字或图像文字,像是将食材转化成Food的食物,甚至用月饼来构成中秋佳节等等。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制作高品质内容的最大动力。